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我们来看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电冰箱的温度控制器的电路图 这就是一个温度控制器的电路图形符号 这个温度控制器它是用来对冰箱室内的智能温度进行调节控制的一种器件 它一般是安装在电冰箱的冷藏室内 它由调节装置感温管和感温头构成 它用来调节这个冰箱里面的这个温度 当设定好智能温度以后 亚索机它就开始工作使电冰箱智能 温度控制器它通过感温头时刻感知这个箱室内的温度 当箱室内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的时候 这个温度控制器的出点就断开 压缩机它就停止工作 它是这样一个工作原理 当我们把冰箱门关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门就处于闭合状态 此时我们用万能表去测试这个开关 那么是电阻值尾灵表示它已经接通 处于通的状态 当这个电冰箱的门打开 那么这个门就处于断开的状态 那么这个万能表的指针就处于无情大 这两端的电阻值就处于无情大 那么这就处于断开的状态 它是这样一个电路的通路结构 来控制里面的这个开一关 更多的电路知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289页的教材里的描述 上面有这个电冰箱温度控制器的详细讲述 以及如何去更换这个温度控制器 好喜欢的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